7月3日下午,董宇辉重庆行完整直播回放 在历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 也持续时间很久的造像的一个宝藏之处了 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的 首先是蒋老师 蒋老师,重庆本店 大家好 对 就是大家前段时间在直播间里 听说重庆跟新疆搭起来 最后必须得重庆迎 必须重庆迎 必须重庆迎 重庆是很带导 很霸道 很带导什么意思 就是很厉害 很霸道 我能听到 终于会很昂死 很昂死 这是很有能力 得好 刚才老师还教了我一个词 叫做叮叮叮叮叮叮叮 蜻蜓 蜻蜓就是叮叮叮叮叮 就大概所有的语调都是以上扬接触的 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大足食客 大足食客博物馆的老师 他原来是大足食客研究院的院长 同时文博研究馆员 全国先进工作者李老师 李方英老师 大家好 对 那接下来呢 李老师就要带我和姜老师 我们一同进去参观 边看边聊边说 好吧 请 今天很荣幸 吕贵老师和秦琴老师 一起我们去提大祖时刻 欣赏哈登百 好 大祖时刻 这些我们走哪个 走这儿 我们走这边 好 谢谢 现在大祖时刻 被列为构计文物保护单位的 有75处 国家级的 省市级的 和我们曲线级的 那么其中有5处呢 宝顶山 北山 石转山 南山 和石门山时刻 就是一共有 山顶上一共有5处的位置 不是 就整个大祖区 一共有75处 然后其中有 其中有5处 是列入了四件文化遗产的 对 所以大祖时刻它实际上不像东华 不像龙门 不像麦基山 在一个地方 它是在大祖区 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石窟群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 宝顶山时刻呢 是其中的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还有 是那5处中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还有北山时刻 南山时刻 石转山时刻 石门山时刻 那么宝顶山呢 是以规模宏大 内容丰富 而著称 北山时刻呢 其实从艺术价值来讲 它更高 所以更漂亮 对 更精致 一经济绝 最美的菩萨 当年 都在北山 对 当年那个秦琴导师 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叫魏太观音 魏太观音 就是北山时刻 对 也叫鼠叔手观音 就是北山时刻当中 最美的一准观音下 那三个字叫最美的 没错 其他的不重要了 没错 所以艺术体现最高就在最美 对 所以北山时刻的艺术价值 是非常高的 最美的要重庆当地的娃儿 来体现了 对 那个时候我就十六七岁 拍这戏的时候 对 对 然后也符合那个 那个石像本身的 他的那个传说 嗯 嗯 真的很有意思 对 这个这个这个石像 反正有 那老师您知道 那个传说吗 当时拍那个电视剧 叫《萧萧石枯琴》 其中一集叫《魅太观音》 所以就用那个 《魅太观音》写的一个传说的故事 这样来拍的 现在我们已经快进入宝顶山石刻区了 嗯 嗯 等会我们再讲它整个的一个地理的环境位置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 李慧老师 你看 整个宝顶山石刻 它是山面 都是崖壁 这边是西面 嗯 是一个缺口 东面 北面 和南面 崖壁上面 都雕刻了很多的石像 所以有人说 这是以大地为止 以苍天为式 对 来雕刻的一个宏大的石刻群 而且我们看这个 谢谢 照相啊 山上有很多的数目 山下也有很多的数目 郁郁冲冲 所以我们人 自然 石像 它是融为一体 当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觉到 特别的凉快 对 而且这种凉快不是我们 身体外的凉快 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安静 对 清凉 清凉 所以这在 不是说在哪个山上都能够有这种体面的 很平和 在宝顶山的大方那边 你就能够感受到 不一样的 这种 新际 竹林眼印啊 这一块 全都是竹林眼印 你看下面 还有 有水 有竹 有木 那么这个 我们刚才过的这个桥啊 是1900年 才建造的 这个吗 对 1900年 对 所以最早的时候 这边的崖壁 这边是北壁和南壁 它是不连接的 没有这个桥 那观众从前面 进来以后 你就必须 宝顶山必须看两次 明白 看一次不行 顺着看过来 然后还要回去 所以 可以看到 宝顶山时刻 有很多很多特别之处 你越往后面看 就有很多的 另一样的东西 在等着你 这里我们就有一个大族的那个石刻的分布图 把主要的标出来了 你看 宝顶山时刻 在大族的东北面 然后北山时刻在城边 然后石砖山时刻 南山时刻 石门山时刻 所以大族石刻 这样一个宏大的照相群 一共有五万多尊照相 那最早的照相呢 是 所以它的照相算是 全国所有这些比最多的吗 如果把它当成一个 其他美好 一个一个的点 是比较多的 也不是最多的 比如说四川有的地方 安悦 它的点更多 它都比较分散 谢谢 谢谢 这些照相大概是什么时代的 整个宝顶山时刻 我先介绍一下 是由南宋一个人 叫赵志凤的这个人 开造于纯西字纯用连接 也就是 对对对 这个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 整体把它开造出来的 所以宝顶山时刻 有一句话 就是由这个人 它主持 您看这边 建造出来 对 那么大概呢 是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时间 这么一个千辛万苦 把它交扣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宋的 都是宋代的 所以保里斯凤的时刻 你可以简单的记住 就是它都是 而且是南宋的东西 南宋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一大笔的照相 上面叫做 刘本尊 形化道场 刘本尊是十有其人的 他是出生于晚唐 活动于五代时期 两边雕刻的 就是他当时 修炼的一些过程 一共有十年 你看上面有炼心的 有所背的 等等 这些修炼的过程 在上面都雕刻出来 那么下面呢 是十大冥王 这些岩石 主要是什么材质 什么岩制 都是砂岩 都是砂岩 但是为什么这个砂岩的东西 会保留得这么完整啊 这是得益于 历代的保护和维修 就是你看上面很多的颜色 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 这些颜色也好 装的金也好 他坏了以后呢 马上就要对他进行 一道重修 修炼 所以一代一代的人 不懈地努力 然后把他保存到了现战 这很有意思的是 你看这些凌亡照相啊 都是出胚像 没有雕刻丸 对不对 这与你今天看的 河川钓鱼城 非常有关系 为什么没有雕刻丸 猛军来了 对 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就是猛军来了以后 那么包括刚才讲的 赵志凤这个主持的人 以及其他的工家 都逃离了 那么第二种说法呢 就是赵志凤这个人 他脸老了 他身体不行了 然后衰败了 那么第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 是古代的人呢 他们很有智慧 他们有意识地 把这个建造 这些照相的记忆 和他的过程 专门给我们留下来 故意留白 对 故意留白 给后人留作业了 让我们参考 所以 这个 非常珍贵的 但这么大规模的照相 肯定是他带着一群人来做了 那当然了 实际上 赵志凤这个人 他存在很多神秘的地方 等会儿 在最后的时候 有一块碑 我们在那儿再讲 老师您刚提到 这个是南宋的照相 就是从照相的规模上来说 因为您对 全国很多照相 都有很有研究 从照相的技术上来说 他跟其他地方那些照相 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 大祖时刻 中国化 世俗化 无论是他的 形象 民俗的东西 对 无论是形象 他不一定才是佛事 对对对 你比如说很多 他把当时 一些富有哲理的故事 用很简单的 这种图像 把它表达出来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随便一看 你看这里 很多人都没太注意 就是老父老母 端了一碗筋 一碗饭 但是小孩 他只是从自己的食欲出发 只知道要饭 不知道要经 旁边就刻了文字 众生疑伏如是 大家 很多人 就像这个小孩一样 只知道要饭一样 很平常的东西 丢掉了 像金子一样 宝贵的东西 你看这个照相 是不是很简单了 但是这个故事 它本身 是富有哲理的 这正是 保底山时刻的 精妙之处 那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 叫地狱变相 你看上面是 满壁风洞 这个高浮雕 浅浮雕 整个壁上 全部都是 有关地狱的一些照相 特别是 十八层地狱的照相 今天我们不是说 它的宗教怎么怎么样 主要的是 它的艺术价值 令我们惊叹 这个两位老师 你请看一下 你看上面那个 叫寒冰地狱那两个人 你看冷的那个样子 好像我们在 站在下面都已经 感觉到了 那个上面的 不知道你下多少度 这样是吧 你捐锁在那个地方 包括它的皮肤 为什么它把人回弄得 不是特别像呢 因为它已经是 下地狱了 它变成了鬼 变成了鬼 所以我们就说 它雕刻的 这种 很微妙微笑 而且我们看下面这一组 叫 杰西地狱 主要是讲 要见酒 你看这里 两位 卖酒的人 就去 劝一位 人 喝酒 这个喝酒的人 你看他的手 他伸出去 想起 又怕 因为要见酒啊 所以把那种 微妙的 这个小细节 给雕刻出来 然后后面就是 这个年轻人啊 迎了酒以后 杀父 迎母 那就乱门了 再过来 你看这是 苏国时期 上司喝了酒 不认识他的妻子 你看那位 丈夫的样子 你发现没有 额头上面 有一个轻包啊 对 那肯定是摔的 然后妻子在劝他 对不对 对 你看他那个腰上 有钱串子 对 看见了吗 腰缠万贯 好像还 他还 虽然被摔了 头很疼 还在说 我有钱 我就要喝啊 所以这话就是 训诫大家少喝酒 对啊 这个父亲 喝了酒 不认识儿子 哥哥喝了酒 不认识弟弟 姐姐喝了酒 不认识妹妹了 按照上面的文字的说法 或者是反过了 那这就是 熏酒 酗酒以后 就乱性了 不知所为 所以就要见酒 这种照相 在其他的石窟里面 或者说 佛教艺术里面 你都是看不到的 对 但他在大族 这个地方 他说不是不是 佛教艺术里 肯定不会提到这些 对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 在宋代的时候 商业经济特别发达了 对 酒是邻里 当时 不仅仅是喝酒 都是酒文化 所以喝了酒以后的 一些后果 可能就特别不好 因为文人默克 整天都是饮酒作诗 对对 然后让大家都很向往 很羡慕 觉得喝酒是一个 精神自由 一种文人精神世界 探索的一种行为 对对对 大家整天背诗 从小就在背酒 长大之后不让喝 没错没错 所以我就说 李白才会抖酒诗篇啊 对啊 当年的这些工匠 有神灵感 他们观察生活 是非常细微的 所以雕刻的像 也是入入三分 好 我看还有 这个景点 很受游客欢迎 因为它特别丰富 我们在这里 雨辉老师 在这里我们回个头 简单看一下 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 宝顶山石刻 照相的一个 很大的特点 你到了 敬煌 云港 龙蛮 他们都是在 洞窟里面 雕刻下 但是 大祖石刻 它主要是 崖壁上面雕刻 这些照相 所以 一个一个照相 是有逻辑性的 把它排列组合起来 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你看 每一组照相 旁边 是不是都靠了文字 所以 图文并茂 像连环画一样 它就是为了 让大家能够 看得懂 通俗易懂 所以这是它一个 非常大的特点 所以这块的照相 其实不是出于 宗教的瞻仰 它是一种 世俗的教法 没错 没错 而且我们看 这些照相 刚才你问的 一个问题 为什么保存的 这样好 你看这些牙壁 上面 它那个眼口 从这里开始 向外伸 全部都是 层层 往外挑的 那个外挑以后 那么 对风雨 它就起到了 阻挡的作用 但是我们稍微往前 走两个后面 对不影响后面的那些人 上面这些金箔 都是后来贴的 是吧 很多都是在 清代的时候贴的 好 明白 这种照相 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了 往前稍微走点 这个大祖师科也好 宝顶山师科也好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劝人行孝 在北山 有古文孝经 被称为环语间 仅此一刻 那是极其重要的 一块碑碗 那么在宝顶山呢 有父母恩仲经 便下 他就通过 十一组雕像 然后来劝诫 来劝大家 应该要行孝 我们具体看一下 你看这里是 扶钱求子 然后是推干就湿 那小孩 这个长大以后 躺在床上 扮演掉床了 母亲是把她 推在干的地方 自己呢 在湿的地方 睡 然后再过来 是洗的不尽 就是给那个小孩 洗衣服 你看后面的小孩 去蹬她的肩膀 虽然很劳累 但是这个是很快乐的事情 也不一定快乐 过了整天照顾 也不一定快乐 空病快乐 再过来 这一组 就是 在那边的怀胎守护 再过去 烟苦土干 等等等等 然后经过不断的抚养 到这里小孩已经 长大成人 你看小孩是 熊啾啾气啷啷 跨着傻 即将远行 村民父母把她养得好 对呀 而那位 而那位母亲呢 瘦了一层又一层 还是守不得 而 这位丈夫已经年老挺多 就用手去碰了一下 她的妻子 而她的妻子回个头去 很娇秤的 看到她一眼 好像还在说 儿子不是你养的 你不知道 儿行千里 牡丹幽 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种照相 她就把它 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而且这个 这面呢 还有一组照相 离得我们比较远了 就是究竟灵敏 究竟是最高的意思 灵敏呢 就是爱的意思 最高的爱是什么 不是 得父母买吃的 买穿的 给予物质上的享受 而是要 时时刻刻 看着老父老母的 脸色办事 似亲养智 这才是 最大的笑容 就是论语说 笑最难的就是色难 对对对 就不是说给她吃 给她穿 是让她开心 色就是脸色 脸色 脸色好看 让她开心 就是尊重她 以她的方式 让她生活 这个是真的 就是指下 指下问笑 对 指约说了 谢谢 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保底山时刻 它实际上是把当时 儒家的一些思想文化 和当时 世俗的很多内容 都把它雕刻了出来 这一点我觉得 之所以保底山时刻 讲的一些内容 在我们今天 800多年以后的人 都能够听得懂 而且还能够受到启迪 这是最大的一个因素 对 就是我24经历里头 24校里头 不知道大家还有被那什么 卧宾求礼啊那些 没错没错 有一种感觉了 没错 现在呀我们来到了 九龙于太子 再看照相前 这个照相 对对对 这个照相很有意思 在佛教里面的 说 释迦牟里出生以后 然后向前走老七步 一手治天 一手指地说 天上地下唯我独专 使有九龙飞翅 涂冷暖二泉 为太子洗涤 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如何把这个故事 和这个地方的环境 结合起来 把它 雕刻成下 这是古代 工匠们 他们做了巧妙的一个 处理 原来这里是一个 缺口很大 如果让这个缺口上面的水 长期冲刷 那对这些照相 就是极大的破坏 所以就用条石 把它堵住 在上面 后来放上去的 就是在宋代 照相的时候 那个时候用条石去的 它就不是原来的石头 然后刻了九条龙 中间这条龙 口最大 下面是十家太子 两边两个历室 排着这个盆子 你看 历史上洗澡 洗的最长的人 就他了 洗了八百多年 到今天为止 从来就没有断过 这个水一直有 对 汉积也一直有 没错 上面是水池 所以 它既把山上的水 给要排走 同时又把佛教的内容 又完整地结合起来 所以 我们非常感慨 就它把现实价值 和水美价值结合了 没错 而且和整个环境 也融为一起 所以这里讲的是 十家木里的出身 然后接着我们 往这边看 蒋老师自己来过这好多次 三次吧 你最喜欢哪个 刚过来这么多 过来的 对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牵手观音 还没到 对对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呀 这一组造像是宝领山大方当中规模最大的了 这个卧队 这个卧队 就是十家木里 涅槃时代造像 在敦煤的墨高窟 在敦煌的墨高窟 158窟 也有卧队 那个是石台梨树 但没有这么大 但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然后张艺有木雕卧队 比这个大 34.5米 在我们临县安月 也有十克的卧队 有21.3米 你猜一下 我们这座卧队像有多大 这个 随便猜 有20多米 31米 31米 但是 你看他的脚 是引入了 穿过去 牙里面 看不见了吧 对不对 而他的手呢 在外面的只有腿 对对对 而他的手呢 只有一只 所以他是半身的卧队像 半身有31米 那他全身有多大了 这正是一种鼻道 意不大的 高超的手法 老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造像 当时在造的时候 它是整面牙壁往回掏 掏空了吗 还是说是天然 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全部是从牙壁里面掏空的 所以整个我们看过来 这些造像 都不是说原来就是这种牙壁 它是一个整壁 然后根据造像的要求 把它掏空以后 刻进去吧 然后把这些像 给雕刻出来 你看他在处理上 中间是烟云缭绕 这个烟柱很大 上面也雕刻了很多的造像 这个烟柱 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为内容服务的 但实际上 你想象一下 它是在做支撑用的 上面那些吗 没错 没错 就通过这个烟柱 把上面将近60吨重的石头 把它给支撑起来 支撑的呀 就这个石顶 没错 没错 所以由此你就可以感受到 古代的雕刻家们 它不仅仅是想到 如何把这些像雕刻出来 同时要想到 没错 所以这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下面这些造像呢 都是释迦牟尼的这个地址 在敦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地址下 都是哭天喊地 很悲痛的 但是在大族这些地址造像 显得很平静 所以这个和早期的造像 它是和它一样的 这是它的手 这是它的一只手 这就是搜罗树嘛 那个石顶木尼在搜罗双树间 裂盘 整个从内端到这儿 31米 没错没错 半身流落 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非常的壮观 好 我们是就是这个部分在这儿结束是吧 还有啊 还有啊 好 好好好 请 对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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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就 就觉得特别的小 我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我来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好大 没错没错 不是他变小 是我长大了 是我长大了 我以前是说 要把手 这个时刻当中非常壮观的千手观音 这个千手观音的照相很多 这也是石像吗 都是石头的 然后它外面是镀的金箔 切的金 整个照相有88平方米 你看中间的千手观音 那个花关上面有48尊佛像 叫画幅小座幅 雕刻的特别的精美 然后整个壁上 或正或臭 雕刻了很多的手 好像我们看上去 都是眼花缭乱的 你猜一猜 你猜一猜 有八九百个 有吗 传说 有1007之手 因为在清代之前 很多人都数过 但是数来数去 最后就没把它数清楚 后来有一个和尚很聪明 就数一只手 然后在背露里面丢一只竹签 把这个手最后数完了 这个结果也就出了 1007之手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一次的 对千手观音的维修当中 我们用现在最科学的方法 就是考古探方的办法 把它分成小格 然后利用数字化的手段 最后把它数清楚 您猜的差不多 一共有八百三十周 十手 当然加上还有上面一些 佛下那些手 我觉得和1007之手 也差不多 那么这种千手观音呢 现在我们已经是在2015年 把它修复完成了 这个最早啊 在2007年的时候 或者说之前 到这个地方看这个千手观音 那真的是破烂不堪 就是它表面上看来 它很多的筋箔 已经掉了 所以2007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9月份 我陪一个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的 调研组到现场 然后刚刚走出这个门 就听到身后 啪的一声响 大家回过头来一看 千手观音的一根手指 就掉落在了地上 实际上 在此之前 千手观音的手指 都在不断地掉落 所以这件事情 引起了各个方面的 高度的重视 因此在汶川大地震的 过了几天 这个5月21号 国家文物局局长 尚齐祥同志 专程从成都到大主 就是调研千手观音的 这个保护工作 因为像这样一个 大规模的照相 对它进行修复 实际上没有先例 所以上局长就说 千手观音的病害 特别严重 修复的难度特别大 技术的要求特别高 因此要把它作为 全国实质文物保护的 一号工程 来对它进行修复 那么在后来八年的时间当中 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签头组织了国内 很多的顶尖的 文物保护修复机构 对千手观音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修复 这个我大概算了一下 就是修千手观音了 这个一共有十多个机构 参加 然后一百多人参与 把它换顺成现在的工作日 一共是三万二千多个工作日 一百多个人 那就基本上 你修了一年左右 八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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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参与一百多个 是前前后后 它不是说一百 不是同时 总是一百人 不是同时的 所以经过千辛万苦 这个签手观音了 我们把它修复完成 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政府 对文化遗产的高度的重视 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民 对文化遗产的这种敬重 这应该是国内 签手观音里头 首最多 担心最大的了吧 最多 规模最大 首最多的 所以被称为天下七观 这个大概是什么朝代的 也是宋代的 都是一个时代 就整个 我们要招牧一千零七位 大主 随一人 一人手一段 我们也感谢 文老师 谢谢 今天这些观众都很热气 好 我们从里头走就行 一会老师 慢一点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要看 你们换个位置吧 这人太多了 可以 太拥挤了 好 谢谢 谢谢 那就在这儿吧 好 这我们都回过头再看一下 在这儿给他 这种照相我们必须要看 这个大主石刻 除了他的艺术以外 还有他的科学 你看 对面有一尊大的照相 那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手里面 拖了一个塔 对不对 在远处看见 好像很小 但是他高有1.85米左右 重约800多斤 到今天为止 经过了800多年 他没有掉下来 原因就在于 古代的工匠师 对他的整个受力 做了巧妙的处理 他手上的那个塔 也是石头的吗 也是石头的 而且是石心的石塔 就在他的一个夹杀呀 从他的手腕 到他的西部 看见到吧 就做了一个支撑 把他的手给撑起来 所以把塔也给撑起来 因此到现在为止 他都不会掉下来 由这一小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大猪师客 在科学技术方面 他也是运用的非常的充分的 同时你看他的身体 是微微的向前 倾斜了15度左右 对 而前面的道路 他的宽度不是特别宽 他正好 就让我们人的视线 能够 全都是仰望 能够迎合他的目光 假如那个路前面很宽的话 那他的视觉也不一样 也有可能是当时这个路 就是从整个石壁凿出来 就只有这么宽 对对对 然后他大概就涉及到 只要风雨不侵蚀的这个角度 没错没错 也有可能是一种巧合 也可能是巧合 这样看起来 他确实更加危严一些 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袖子 其实是一个支撑作用 没错 就像木桥下面的支撑杆一样 所以有一个故事 说那个同梁的秋少云烈士 当时树巷的时候 然后就端了冲锋枪 是做了军服 对对对 那个跟这个相关系吗 老师我们要提这块 一位有的镜头牙 不方便说 可以 好 所以这个 我们接着往后面看 这是力学的处理 后面还有排水 透视 采光等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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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照相 孩子不要往镜头里 因为这样拍到孩子了 这种照相 你看和大展完全融合在一起 他在崖壁上面 随时而照 这种照相叫木榴图 他用12种照相表现了调伏心意的这样一个过程 他很有意思 就相当于表现我们人从年轻到年老不断的一个认识的过程 你看在前面的时候那里有一头牛往山上狂奔 那个人是拉都拉不住 然后在过来的时候牛已经回头了 然后木榴人拿着鞭子 再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牛在跪地而吸 但牛鼻上面还有那个牛神 这里两位木榴人 肩膀着肩膀 正在彗星的发向 他说了悄悄话 但他说的什么我们听不见 对 老师这个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孔 就是以前插的木头 然后在上面做的头 正确百分 所以这几个头也是这样做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你看他不是只有这个头这样做的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有一些照相它坏了以后 那怎么修呢 所以就打个小孔 然后又木块 或者是竹块 或者是铁的东西 然后做一个支撑 这个是后世修正的痕迹 对对对 然后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明白 在这里呢 它是以牛鼻心 以木榴人的比于修行者 经过不断的这种修正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牛上面的鼻绳已经没有了 对 而那个木榴人呢 你看 厂胸鹿怀 上面的猴子去抓他的衣服 猴子代表是外见 也就是说外见去干扰他 他已经不为外见所干扰 对 就相当于说 我们经过小学中学大学 然后到年纪大了 对问题的看法 那么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啊 这不一定很正确 对 然后我们再到后面的时候 好 我们走里头啊 好 谢谢 这里有一首诗 这是木榴图的结尾 前面有牛 有人 但到这里的时候 牛人都没有了 剩下的是一轮明月当空 然后下面配了一首诗 这很有意思 无所谅 心心心 更有和心 好 了心 新了 无一指 人遭无识 遥苦惊 人牛不见 雅无蚼 灵月光寒 万象空 若问其中端敌意 野花芳草自从成 一切生于自然 这是什么时候 大爷刻出来的 也是男生送到现在 他和照相一起刻 所以大家看 其实我们以为 古代人全写繁体字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没错 他有繁体字 也有简体字 现在我们到了保顶山 这个最神秘的 原觉洞 就两边有六个原觉菩萨 加起来是十二个 所以称为十二原觉菩萨 十二原觉菩萨 中间还跪了一个 这个就代表 十二个当中的 其中的一个 跪在这里 轮流问法 然后上面 刻了三身佛下 这是一个基本的布局 那么这个洞窟 它有三觉 第一觉可能你已经感觉到了 就是它的采光 你看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时候 刚刚进来 觉得不适应 好像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你现在再感受一下 人眼慢慢就适应这个暗光的环境 对对对对 所以上面有个天井 它上面就开了一个天窗 这也是在照相的时候就已经开了 然后这个天窗的光线 就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一样 投射在中间跪着的这个问法的菩萨身上 所以光线逐渐变得柔和清晰 同时让我们感到这个洞窟很神秘 上次来的时候还在修缮 都关起来 上次 没错 这个洞窟啊 现在我们正在做它顶部的 这个还没有修缮完是吧 没有 这个就是永久的在这儿 也不是 这是为了在保护的过程当中 第一要做支撑 第二还要进行监测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设备 要把这个洞窟顶部 因为它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必须要时刻监测它 担心的塌陷 对对对 风险 对对对 所以现在在我们文物保护当中 实际上主要强调这个预防性保护 就是在它病害还不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让它的病不要发展到特别的厉害 那么要做好这项工作呢 就有一个监测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监测中心 在我们院里面 它涉及到十六大类 七十多个指标 包括我们的人流 包括我们的空气 等等等等 对对对对 颜体的水都做了监测 然后刚才说了第一句 还有第二句 就是它的排水 我不知道能看见吗 上面你看有一个钩 有一条钩 把那个钩来 靠成了一条龙 逐渐逐渐在这个地方 然后有一位僧人 托了一只钩 钩 在接这个水 对 所以正常水会流到这里头 对呀 所以顶部裂吸的水 流到那个钩里面 再流到那个钩里面 再经过那个老生的身躯 源泽 石壁 在暗宫 一直到了我们脚下 看见了吗 这就是一条排水沟 这下面是空的 这是空的 然后再到前面 石头比较高的那个地方 下面是井 通过这个井 再排到了 这下面 这个是井 对对对 这个后来还有打开过吗 打开过 但是很浅 它里头现在还是正常能发挥作用的 整个排水系统都在发挥作用 不仅如此 古代的工具 这个还考虑到了分红的处理 你看这个脚上 和上面那个钩是相连接 也就是说当上面那个排水沟 排不完的时候 忙不过来了 怎么办 分流 所以它是树的一条沟 然后再下来 同样把它排到这个里面去 我们说那个大陆石客 之所以保存得这样好 其实它是在建造的时候 已经考虑到它的保护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我们历代的维修 以及我们现代的不停地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 所以才能够保护着家 什么第三一局呢 很多那种造像就是水 然后再就是光照 风化 对 风化 这三种 因为太阳光晒它是有热的 热正冷缩上面就剥落了 其实这就为啥冷光往往打着 这辈子是太阳光 太阳光太热 没错 确实是这样 在我们石膏保护里面 其实它的病害主要是三大病害 第一个就是水 水 长期胜水被它造成破坏 第二就是风化 然后第三 就是掩体的稳定 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走过来 你就觉得到处好像都是好好的 实际上从检方以后是不停地在做保护工作 这些掩体里面加了很多的钢筋 把它反拉过来 所以让它很稳定 而且我们现在长期做监测 只要有一点点变化 我们都能够发现 刚才我讲的我们的监测中心 等于是把大毒食客 放在了重症监护室里面 它的变化我们随时都能够 看到 观测到 还有这个洞窟的第三句 就是照相本身的 这个请两位老师 我们仔细看一下 你看上面 它的那个头上的花光 玲珑剔透 一颗一颗的珠子 然后它面固 圆润 圆润 看到吗 嗯 再看一下它的衣服 如丝丝丑 明明是石头的 但是我们感觉到 一种流动感 好像是丝丑的 它是流动的 很柔软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台子 这台子也是石头的 对啊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它是木头的 它实际上都是石头的 一种仿木的结构 而上面这个石头的雕刻 就像梨树的一样 各个转车面都很圆润 都不是那么的生硬 所以这个洞窟的照相 它的艺术价值 也是一举 所以这样一个洞窟有三举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请 其实从这么完整的保存度来说 全国现在所有的照相里算非常好了 非常好了 因为大部分的照相都面临着时间长了 要么是 其实最大的是人为的破坏 对对对 特殊年代里可能有人为的破坏 古代战断年代里没有人看护的话 就把那整个照相头啊手啊 可能都整个驱走了 没错 再就是后来文武的道具 然后再一个就是 所以很多人看大祖师科也好 看云港龙门也好 他们感到很震撼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包括欧洲有很多的一些民作雕塑 但是那些都是一个一个的 像这些在崖壁上面的雕像 它的难度更大 因为稍不注意 那么可能就把它雕坏了 对 但是你雕坏了怎么办 没法重来 没法重来 所以它的难度就非常的大 然后刚才我讲了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记载赵志凤的 这个组织人情况的碑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碑也是宋朝到现在的 是明代的 明整 对对对 你看这里 有约赵志凤者 死身于米娘里沙西 年辅五岁 就五岁的时候 他就出家当了和尚 然后年十六 西网弥蒙 就成都外面 一个地方 十六岁到那个地方 学习佛法 几年以后 回到大祖 首先建了 圣寿本尊殿 在他小时候在这儿 中间有几年出去 云游四方又回来了 对对对 然后主持开招了 整个宝顶山石口 那么在 世间石窟室当中 一座石窟 从头至尾 由一个人 主持建造的 为宝顶山不可 只有宝顶山才是如此 所以你看我们 看到很多的照相 它都是有连续性的 一看照相 与另一看照相 在内容上 它是衔接的 那么第二个 大祖石窟重大价值 就在于 是中国 晚期石窟艺术的 最后的代表 最后的封碑 因为敦煌 云港 龙曼 那么这些 都是唐代之前的 说到公元九至 十三世纪的石窟艺术 那就必须要说 大祖石窟 它是九至十三世纪 石窟艺术的 这个代表性的作品 那么第三个 很大的特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它的 中国化 世俗化 它和其他的石窟 完全不一样 这一点呢 凡事来看的人感受 都是非常深的 它更民间 更民俗 没错 没错 可能传统的高大 那种佛教造像呢 它不是所有的百姓都懂 它可能是信佛的人 它比较理解 而且因为在国内 它有很多宗嘛 就至少大宗都有八宗了 所以大家对普通百姓 可能不一定懂 它就来怀着前诚之心 来磕头来求败 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个 平安喜乐的愿望 但是这种世俗化以后 它就是对每个人来说 它一眼就能看明白 它知道你在干啥 对 所以我们说那个 看 你到那个大度时刻 无论是看保领山 或者是看北山 首先有两点 第一个 就是在视觉上 它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 就这些崖壁上面 这些照相 你看 连绵不断地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很震撼 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它很多的 对 这样大家看不到您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它所讲的一些 这个行效的内容啊 行善的内容啊 这个对他 对大家这个 在心灵上 它有一些体的作用 所以 由这两点 到大度时刻 我认为是不需此行 肯定不需此行 至少从 刚才老师所讲的这一点 它的艺术性 对 它的世俗化的这种教育性 对 还有 还有关键是 它的完整性是来说 都很难的 没错 没错 现在去 其他的几个地方 确实刚才提到的 因为历史上 被破坏的原因啊 它没有那么完整 但这儿整体的造像 是非常完整的 内容又丰富 行之又完整的 所以 这样 这些牙壁上面的 造像啊 这个 很多人就把它看成 是实相 实际上它不是 但我们看了 它就是有生命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这些造像 它的内部 它有 练习水的 这种位移 位移 就是 整个山底 它有很多的毛血系统 它是一个系统的 对 所以 它就像有生命的一样 所以 那个 有的人说 我们 为了保护它 那么我们能不能 用一个罩子 把它给造起来 但你造起来 把它封闭了 它就不能够 呼吸 那么它就很容易 受到破坏 其实有可能 造起来之后 它变干了 更容易可能被破 对啊 就改变了 它的 它容易裂 是吧 它内部的结构 它湿度不够了 没错 没错 就像木头 作为干就容易裂 对 所以我在想 秦云老师 当年第一次来这拍戏的时候 心里什么感受 十几岁 那个时候还真没有什么感受 没有什么感受 对 因为对这个也不太了解 也不太懂 然后就说 哦 要拍一个这样的戏 关于佛教的 关于这个观音的 先进去 一会儿的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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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的房间 好 谢谢 好 谢谢 小小姐 欢迎你来 回中间 哈哈 我去闪子 要不要上闪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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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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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造像是后来晚一些的是吧 这个也是当时的 也是送 难送 哎 对对对 哦 其实啊 很多人以为 看到保顶上就看到 大度思考 嗯 这里面有两个误解 这是五分之一 保顶上是五分 至少是五分之一嘛 嗯 事件以上是五处嘛 好 第二个 就是保顶上大富安 他也不是保顶上 嗯 为什么呢 他在以这个大风为中心 五里半里之类 还有十多度造像 那我好奇 只是说那些很规模很小 嗯 我好奇一个问题啊老师 嗯 因为古代呢 他这个造像 他其实时间很长 他耗费的人力财力 嗯 谁供奉这么多呀 这个问题 他组织呢 就不是官方了 是吧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刚才在下面介绍 赵智峰的时候 还没有讲到这个问题 嗯 那么有关保顶上时刻建造 有关赵智峰的情况 由于在史庙里面缺乏记照 只有刚才看到那个 那通碑 嗯 有一点点 好 所以就留下了很多的 另一样的东西 我们做最后一盘是吧 嗯 好好好 做最后一盘这样设一下 小哥他们好找的 江老师 看我做前面的 这记载里头 其实也没有写谁供奉 包括 我刚才讲到的 赵智峰 他 是什么时候原剧的 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或者江老师坐中间 让老师这样就 对方便了 那可以 洪老师再见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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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老师再见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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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赵智峰当年是 如何组织建造 这些石像的 这些工件 从好来 钱又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那么照这些照相 它肯定有很多的分本 对 它就是我们画的 这种样稿一样的 这种画稿 而且寺院里面 你这个要寄吗 接 这个我半天都打不开 哦 这个雕刻的时候 肯定有很多的 包括工具啊 或者是一些很珍贵的 佛教的法器啊等等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 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简单 没结论 对 是不是还是因为 这个地方的人 他由于信佛 他就很多人 就会去供奉他 自愿的供奉他 那肯定 在那个时候 他是肯定有很多 他要修这么多 肯定供奉人 没什么 很多 我说的就是 刚才这些问题啊 包括这种遗迹啊 遗迹啊 都没有发现 所以我们猜想 在某一天 说不定在宝顶上 的某一个地方 就有 宝藏 对 白杖这些 东西的 宝藏 您觉得还有 我始终认为 应该有 他不可能 这些全都 全都没有了 那如果发现这些 就像顿房的 苍津洞一样 那就有可能 就是一个大发现 所以我们现在 呃 秦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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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啊 小心摔倒 小心摔倒 小心点 小心点 但是关于工匠呢 我们这个有一个推测 就是在宝顶上 开始照相以后 大族境内 其他地方的照相 基本上停止 那就说明 这些宝顶 全部都到了 叫征调的地上 没错 就比如说 我那个妹太观音 就是因为他 丈夫是个实将 他由于他想念他的妻子 然后他就把那个妹太观音的样子 就按照他妻子的模样 这么雕刻出来 然后后来他们就怕监工发现了 就把他给埋起来 因为他这个里边有丝行在里边 就要不要埋起来 而且是住的是菩萨 你不能这样 就要埋起来 然后到1933年的时候 说是有个小地震 然后哇 这个菩萨就是通过那个地震 就重见光明 就外面是土包着的 土包着 泥土包着 然后那么久 那个土都没有掉 对 他是1933年的一个地震 八月出来 对 然后他出来之后 哇 大家觉得他绝世荣光 哇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艺术造诣 结果有好 有好多的人去那个建模 对 然后所以那个那个 那个现在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就已经被分化的不行了 现在 对 保护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懂保护 就从33年到现在就这么快 对 很快 嗯 所以其实文物 如果不保护它就消失得非常 33年到现在已经看不清了 对 但当时您去拍的时候 它的样子还完整吗 没有 已经看不清了 所以对于文物保护来讲啊 它的变化实际上是 每时每刻都在不断的变化 说不定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中 那有可能 往一个字 它就已经掉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更加敬重 这种文化遗产 就觉得他这个需要 时时刻刻的对他 加以精心的保护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 保顶山大福安了 现在我们下面要去看的就是 大渡时刻博物馆 为什么要建博物馆呢 就刚才我们介绍了 大渡时刻有75处啊 这个规模那么多 那么一般的观众 他又去不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集中一个地方 把整个大渡时刻的 相关的情况 进行一个整体的呈现 因此我们建了这么一个保护 请 请 谢谢 谢谢 哈哈 哈哈 你看 叫我这种四川话 哈哈哈 对 因为四川话叫你更亲切了 对对对 家乡话嘛 对 就像邻居一样 对 家乡话一说 然后就特别的生动 对 特别的自然 特别的清静 嗯 您在家里平常会教孩子说家乡话吗 会会会 会 我我跟我 因为我 我跟我爸爸妈妈住一块嘛 所以就一直就 就在家里会说 好 当地话 嗯 就我们现在到这里头了 好 刚才我们看了大渡时刻中 五个经典代表的之一 就已经那么精彩那么丰富了 很难想象 如果我们要把五个看完 那正常情况五个看完是否得一天啊 呃 一天不够 看一天都不够 至少两天三天 江老师又把五个全部看完没 我都没有 没有 我都没有 我刚刚去了个北山 北山 保顶山 我好像保顶山 南山我都没去 没有 没有 对 这个是最多的是吧 从造像上 规模最大 规模最大 最丰富 对对对 最好看 嗯 但是北山有那个 江老师当年出道的作品啊 最美丽 最美丽 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 最美丽 对那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多的造像 现在我们去博物馆里 让老师再跟我们讲讲 请 走 请 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大渡时刻博物馆 嗯 这个博物馆呢 它原来是一个酒店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改建 嗯 把它外面都做成了古建筑 而且你看这个建筑的密面 它就是根据我们北山时刻的 关火亮寿 福晶变下这张作品当中的古建筑 嗯 然后 暗地呢 是1.8万平方米 嗯 我们做了一个尝试的展览 嗯 就是就是艺术列庞 大渡时刻展 这个博物馆前段时间应该这还办过什么重大的事情 还铺了地毯 对对对 中国好人吧 中国好人吧 对 我看那地毯还在 因为保管前面嘛 它广场比较大 对 所以经常都有一些活动 活动 今天很凑巧 也有活动 今天也有活动 对 您是说我们这个吗 哈哈就是啊 哈哈哈哈 请请请请 姜老师 这个是在酒店基础上改的 对对对 现在我们就到了博物馆的这个三楼 这个博物馆是从三楼往下面看 一杀一式一变 主要是通过现在的数字影像 做对大渡时刻做了一个 整体的概括性的这种建设 所以当上无变 就是这种建灵 工匠 这种功能 tips 对 愿者 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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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中国 巴米扬在战争中被破坏了 对对对对 等下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照片 你看大陆时刻 还在最后 不是因为它列入四件一场 最晚 而是它所代表的时代 是最后一个 就是中国 到公元七世纪 首先我们看这张照片 原来的石窟就是在崖壁上面 你看开造很大的洞窟 等于是把地面上的寺院建筑 然后以洞窟的形式 把它来表现出来 就开造出来 这里有个牌子 进这个洞是不能够穿鞋的 必须把鞋脱掉才能够进去 那么这个石窟在19世纪之前 19世纪之前基本上是废弃了 但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 在狩猎的过程当中 偶然就发现了这个石窟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 这样一个山湾 是不是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很像 宝顶上 对 大幅 很像 就是旁边这些就是这个石窟里的吗 对对对 我很想着它的位置低 应该是高处水渗下来会有流金石 没想到这么完整 非常完整 你看这张照片看得最清楚 你看这个洞窟有多大 对不对 中间是石塔 两边石柱 然后这里面开了很多的房间 就是共生人住的 对呀 共生人住的 然后中间才是它的活动的区域 做法式啊 集会啊 等等在中间 所以它这个 在早期的时候 所谓石窟 它的规模是 一个洞窟是很大的 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到 所以这是早期印度当时的洞窟的一些特点 对对对 你看这是印度的埃罗拉时窟 这个是四到十一世纪 相对晚一些了 相对晚一些 这完全是一个神庙 整个商体看见没有 它已经把它基本上掏空了 然后来开造这些建筑 而且这种建筑的中间 它也有很多的空间 也开造了很多的空间 那么回个头 你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 它的一些局部 雕刻有多精美 对 而且它的实质啊 特别的坚硬 不像我们那个宝顶站 这么脆弱 杀实 它这个是很硬的 而且可能是因为信仰区别 他们的神像造的 就非常的 伯朴感觉 对对对 那风格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 这个石棍技术 传入到中国以后 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中国化 在后面我们就没用 就我们的偏威严了 对 往往偏威严 你看这种很活泼 它至少从身形上来说 对 很多 多样的变化 而且很多是裸体 对 它叫上身裸体 对 刚刚蒋老师说到 这儿是密宗 这密宗祖庭在西安 六个祖庭都在西安 就是西安那个大清善寺 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 你刚才讲到的 这个阿富汗的那个 巴米扬大佛 这个 这个非常高 原来没有被炸的 这个后来就被炸掉了 所以非常可惜 这个大佛很神奇的 他能在里面讲句说法 然后他的声音可以 他们好像说不能拍是吧 这个 因为有的可能是有一些 可以 然后这里我们还要看一下 就是中国最早的石窟 这个克治尔石窟 这是中国克的吗 对啊 新疆寇治尔石窟嘛 还真满新疆呢 公元 公元 这个印度石窟第一站传入的 就是新疆寇治尔石窟 公元三世纪 公元三世纪左右 对 我说就说 它从印度传过来 它就不像印度的 马上就变成 这个是泥塑还是石窟啊 这是壁画 壁画 这个里面打了很多底 你看 这些泥巴都能够看出来 对 然后他把它 就像现在粉墙一样 把底打好以后 才能够在外面 再画 明白 然后接着过来 就是敦煌的墨高窟了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从公元366年 一直经过1000多年的开早 灯煌就是色彩很丰富 对 它的壁画 这个确实是贵 里面的灯煌室里面的这个树像 主要是梨树 你看这些树像也是特别的漂亮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45库的这个照相 16库 对 这个大家可能在网上见过很多次 都见过 对 因为它是非常多的 这些都是代表做的 45库 对 我们成立的时候都是特别 这个经典的 一看这些都是唐代的造像 对 圣唐时期 对对对 这个大唐代那种风骨风气 从它的面部 神情 加上它的衣服 没错没错 你就能够分辨出来 其实这块 说是南宋 我感觉它 不是特别南宋 因为南宋的东西 好像它 更简朴 对 但这会看着 其实刚才那些线条啊 面部啊 还是很饱满 南宋它肯定是南宋的 实际上但是你仔细比较 或者说和早期的照相 比较一下 它基本上拓着能够区分出 很明显 波罗 波罗 我们这个博物馆啊 因为它是酒店改造的 所以它的层高 不是特别高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 层面展览 层高问题 你看我们把中间啊 这一层全部给它打掉了 这非常有意思 这实际上在陈列展览当中 后来呈现出一种 很奇妙的效果 就是我们人 在上面看的时候 下面的人往上面看 我们可以对视 而且你看下面 我们一楼的陈列 都不是用 硬质的材料 来把它隔断 全是用沙连 所以走在下面 那种艺术氛围 特别的好 然后你在很远的地方 看过去 它是磨磨浓浓的 这种对视感 就应该像当年设计 这个佛像的人 那一刻 他在设计好这个佛像 做好的那一刻 他往下凝视的时候 也许当时地面上 也有几个人在看 这个佛像掉得挺好 对对对 可能就有那种 对视的穿越感 没错 然后这些造像 也都是那些洞窟里的 下面这些造像 有的是很早的时候 极其个别洞窟里面掉落了 比如说清淡 当时它有半边那个洞窟垮塌了 那个像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 很多是在一些寺院当中的 一些雕像 还有一些发掘出来的雕像 所以我们都把它做了一个整体的成立 明白 这个就是麦吉山石窟了 麦吉山我也去过 好多年前去 对对对 16年 云港 梨树 你看早期的这种造像 风格是非常明显的 耳朵特别长 没错 眼睛还放着琉璃 少说民族嘛 这个它整个线条啊 还有那种轮廓啊 它的处理 你看和我们看到的 保里山大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当时显卑人长得就这样 刚才我们说的 袁绝东的造像 你看它都很圆润的 它那些线条不是很直的 不是成间梯状的 云港石窟也是伟大的艺术保护 这个里面的造像我特别喜欢 你像它这个第五窟第六窟 这些密密麻麻的雕刻这些造像 特别的精美 完全什么叫金碧辉煌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就能够感觉出 金碧辉煌 去年五六月份 当时我们去过云港 石窟 然后完了 那个就开始特别受欢迎在网上 这段不能拍是吧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有的佛像 它可能牵扯到一些 对 宗教信仰的问题 能拍的我们就拍了 拍不了的就 就跳过了 希望大家理解 因为这块所有哪些能拍 哪些不能拍 我们都是提前 在彩排的时候 还有在他们走位的时候 全都已经确定过了 到这里来 我们其实最后一个就是龙门石窟 在整个这一部分的陈列当中 就算完成了 虽然我们从开始到结束 大概还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已经走过了上千里 跨过了上千里 然后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作为古代的这种遗产来讲 我们第一要把它做好保护 同时进行一个价值的阐释和发掘 但在当代来讲 还要进一步弘扬 所以它当然不能树枝高阁 对对对 所以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 我们大族的雕刻家们 现在的雕刻家们 他们是如何在做的 现在也有人在雕刻 没错没错 这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请 好请 蒋老师一会儿试着雕刻一个 媒态观音 这是我们当代的工艺大师 刘仁峰 来来来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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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仁慧老师 清清老师 你好 你好 这是重庆的 重庆的 重庆的 我知道 那时候陈建定 陆空海 我们还一起吃饭 运藏陆空 现在就看你的照片 这关上 我们大族的 仰静 哦 仰静 对 我们把刺小板撕起来 现在我们这个也是国家飞翼 国家飞翼 好 现在要今天来 我带到我的 我几个土地的地方 闲场雕刻 闲场雕刻 那个 蒋老师你要不当个翻译 你能听懂 这就是但观众听不懂 好 我们 再过来就是我们 世界的传承人 大就是鬼家会传承人 我经常在好多的地方 今天来表演 好 要得 再过来几个族 知足上路 不足优异 再接着我们拍了个 回忆中轨 这个是 国藏家声语 全力字 拍了什么 中国什么 回忆里的中轨 飞于中国 飞于里的中国 飞于里 飞于里的中国 央视的节目 那我知道 我听说 飞于里的中国 好 再过来就是一个 那个国藏家声语 这个就是农业 声语 这个是中央电视主持农养 诶 农养我给我拍个 好 这是属于他的知足 对对 支持上路 好 这个是我们 我们叫上院长 今天呢 我是这个 这个我们今后 我都靠到博物馆了 送给博物馆 今后做个纪念 今天那个蒋老师 和那个董老师 也会有一个是吧 签个名字上的 我今后 我们把它刻起 我们捐给博物馆 我们刻起 因为时间关系都不要提亮了 冲青碗 这个是富足有余 哦 富足有余 哇 太好了 你得 哎呀 好 富足有余 有钱 好好好 哎呀 哈哈 太好了 还写个年月日也好吗 年月日 年月日啊 20 24年 哦 这是7月 主席一辈子 做过后的 绝对打就 时刻博物馆 好 谢谢 你愿意给后人看 因为我 也是国家 国家会议事 要团承的 谢谢 谢谢 好 哎呀 我要把钱笔签给卸断了 每天未来宣传过的 做的 做的我们打就 使得给你有希望了 哦 啊 您太客气 我既然67了 我做石条做了45年了 45年了 看到现在 目前你把宣传过 谢谢 也高兴 只要我有生命 我都做石条 这个就跟旁边的石头 是一种材质是吧 就是我们大学的当地 当地的红杀石 我以为这个石头会很硬 但我发现老师们这个刀子硬 这火金刚的 火金的 嗯 什么什么材质 火金刚 金刚 火金刚 嗯 红金刚是 金刚转金刚 上面的这个是钢条 肯定是火金刚 火金刚还是火金刚 火金 火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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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金刚 你不翻译我们根本听不懂 哈哈哈 火金刚 我们不大 要大就是可以 我们要调现代人 我们现代人我们要做 这一块就是我们调到那个 呃 呃 呃 宋庆林 这个不能拍 呃 呃 呃 那个不能拍 不能拍 哈哈哈 这个是辽宁域 就是 辽宁 是浴室 这个也是自主上 这是哪儿的域啊 这个是辽宁的 辽宁 辽宁的 我们现在政府正在开发这个域 嗯 嗯 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 行李很好 嗯 嗯 所以当时在南宋也可能就是这样调的吗 呃 就是这样调的 都是这样用水锅 就是工具也是一样的工具吗 工具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这样 以前没有这样 嗯 以前呢是那个 是土针子 我谈话可能离不到 土 土 土 我们的浓水呢以前的 那个针子 还有没有火金 以前 就是说更粗糙 以前的 嗯 对 现在我们没有那个工具啊 就是原来那个钢也好 工具 铁也好 嗯 它总会有线子 没有这么坚硬 它也没有合金 没有合金 没有合金 而且那个 牙壁上面雕刻的那些造像 它更大嘛 嗯 所以它可能当时使用的工具还更多 嗯 因为现在他们 现在雕刻是小的 其实他们出去做那种 大型的雕刻的时候 也要用很多大的工具 但是您现在在雕什么 呃 也是雕那个 资族藏了 资族藏了 打的那个 出飞 所以您是每个人 先上来先雕上二十个 资族藏了 嗯 我们要丢一百件出来 丢一百件出来 现在我们已经五件了 嗯 家里面还有五件 都是鬼家领头人 全力资 几乎我出一百件来 资族三个富足有余 因为我是那个 大酒那个 呃 呃 不是鬼家 打酒时代是鬼家非裔 我要是代表性 传承人 我想呢 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将来才留得下来 先请翻译 哈哈哈哈 哈哈 他要做一百件这样的作品 嗯 他以后才能留得下来 嗯 嗯 他有个记忆 嗯 你 你怎么眼前 呃 对我们这个文化 了解怎么渗透 我不要向你休息 哎呀你你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就是好奇 哈哈 嗯 刘老师呢 该听懂的都得听 这个刘老师今天摆在这个现场呢 其实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明白 他真的他的工作坊里面 这个大的有几米的这种照相 嗯 很多很多 而且有很多这种汉白玉 这个雕刻的很近的 玉也能雕吗 都能雕 那他雕的会不会 比如我在想有地方一打他 整个就练缝练文了 就很税的 还要税一些 所以那个雕刻的难度比较大 明白 像这个怎么雕刻出这样的弧度 这个要练多少年才能练出来 我们十几岁 就跟老师一起学 今年 今年四十多四十二 几十年 对 这个跟我最长的是三十年了 三十年 他是个小孩的 这些 这些都是 六十多年了 从雕刻来讲 今天他们来雕那些 织竹藏 钓那个竹 对于他们来说 叫雕虫小技吧 没错 那是最简单的 对 你要雕那种花冠啊 那种文字啊 就是像这样 对对对 那个才是 这个是用自己雕的吗 雕的 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大剧有名的 《魅太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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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他好像在笑的时候低着下巴 对 日女还修 然后所以他就很美 很妩媚 对 所以叫《魅太观音》 说那个西方有维纳斯 东方有《魅太观音》 然后西方的维纳斯就是美神爱神 然后这个《魅太观音》就是中国的 应该也叫做爱神了 因为它有个爱情故事 对 很少有在造像里会聊俗世的这些话题的 对 所以他就有 这座观音就有 这个石头就是在附近取的 我们当地的 当地 我们大学就是有这个石头的资源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这个石头 因为这个材质它跟皮肤一样 你看 它已是来风化 我们大学就是和洞子里面的 大概 你看一千元的都比较完好 这个《魅太观音》跟我们蒋老师 你们两个太相称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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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个上神已经调多久了 蒋老师 蒋老师 你咬得多久了 蒋老师 你看他 他永远 年八二八 还没成 还没成 但是我看上面这玩的很光滑 基本都看不到刁的很结束 因为有抛光是吧 这个是用手鞣 雕刻出来的 用手锭雕刻 慢慢雕的 我不需要磨吗 杀纸这些磨吗 还需要的 还是需要的 要不然没有这么光滑 这个看得很光滑 他做这个石头头很细 你摸起很光滑跟皮肤一样 你就摸一下吧 摸一下 哈哈 哈哈 打住4K 打住4K 我们 我那里上演都有 有的时候来教 我平时也在买出去 您以前是 也是有师傅教 还是说您家里自己 就是这个手艺 开始是自秀 自秀 85年到91年 在四川美术学院 四川美术学院 85年的91年 91年到现在 都是从事的私教 因为 因为我也成为 拔住 雕刻 全贵 代言人 雕刻代言人 他是 全贵 我摆了 上面这个土地 开始的几个人雕 最后几十个人雕 最后几百人雕 现在上万人雕 现在我们政府 政府也很支持 修了产业园 我想我们将来 这个拔住4K 马上是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再加上你们来宣传 这个我们更有信心 把人实际做 我们这都属于 剪上添花了 就是啊 在这个时候 就像我如是期了 你们来给我宣传过后 我精神一哈都来了 哎呀 你们来给我 我们来剪上添花都算不上 我们单纯就是来 学习的 因为我被吸引而来的 你们来那个 我从一些思考 我要美业要调整件 所以后一产品来 嗯 来来来 拿到 要去展出 要去展出 将来当然有机会的话 我们调好那个后 再请教你 我们宣传一下的话 我们把这个 总归 这个世界遗产 打出四坑文化 全国全世界 没得问题 没得问题 好 来学学 好 这一部分呢 那个 都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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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 就是 没得问题 蒋老师 有没有更地道的话 来表达没得问题 这样呢 没得问题 不掰了 没得问题 口的品 口的品 不掰了 不掰了 也是 不掰了 都是说 不说了 不说了 哎 这事绝对没问题 这段我们就调了一个 小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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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个小手 还随软 你看他的表情 这个 很傲娇 好 这个就是我们大举的机器 可能那个江家呀 因为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史料上有一些创新 因为以前呢我都买了条真油 来来调了一件事 调了两个时间把他调出来 调出来过后也得到那个全国工匠杯金奖 我都觉得这些还是还有一件事情 请给我们讲美金奖 你看我们这个第一院长讲得比较好的院长 我们听了 我们听了 我们听过了 我们听过了 对 就是牛是怎么被驯化的 就是牛是怎么被驯化的 人心被怎么 人心怎么被启迪的 被净化的 是是 不然一样 哈哈哈 江老师是人真听了 就叫了那样的那个步验出来 我们那个因为我也评委权贵 乡村工匠民事 在贵州去 我们开一个废宾那些展览 展览过后 你看我们卫乌卫乡村医生 留亲自来看了 说对对对 他的赞仰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这次我们那个第二阶 从业纪念大赛 我们的人设不不障 王不障 那个也来看了 和那个世界纪念大赛 主席也来看了 我都觉得那个 他们的剧大声助 也增加了我的信心 哎呀 您都不需要 你是增加信心的 你这个作品放在这一块就已经 还是要宣传 今天为了宣传 还是要宣传 这个肯定是好的多数 嗯 你看那个 没想到 那个有那么好个机会 就想 嗯 我 一定在宣传的话 你会同学时刻赞放 哎呀 哈哈哈 我想看我们这个鬼子 今天还有重庆 重庆 重庆呢 你说啥子 你应该 因为不能说重庆的 玩这样 不太对 应该是重庆的 梅尔 梅尔 嗯 从今的梅尔回来宣传 哦 那个 那个陈老师 陪那个服装全市 团在那个 悟空的地方 哦 陈老师不关他 不是 不是 那些大明星我做一个大师奖的 人家的他们见着 哦 每个都是语言语的 语言语的 哈哈哈 全体听不懂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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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说他说他说慢一点你一定能听懂 哦 对 我讲了说还是重庆的好 哈哈哈 还是重庆的好 重庆的翻译 哦 造像不一样 传统的造像太严肃 太遥远 容易疏之高阁 他都在讲佛经理的故事 如果我不信的话 那我就听不懂 有门槛 嗯 所以他不够亲近 他太庄严 太遥远 当然如果是呃 开始接触佛教的话 他可能会又受到起敌的感觉 但如果说真的没有时间去了解的话 他就 不 不能帮到很多人 但这一块就是我们用一个词叫做世俗化的 他是三教融合了 他有如 有事 有道 都是用佛教来雕塑这一件形式来体现三种文化的融合 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 走向繁荣 然后走向融合 走向统一 走向多元的一个一个象征 所以我觉得这块第一个让我感觉特别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丰富 他丰富的同时就降低了门槛 就让大家都能够来此有所念想 有所 祈福 然后心里就带着某种喜悦 回家了 这是他第一个好地方 要不然他全是高大威延的佛像 我就只剩扑 我就只剩跪下了 但是你有个牛 你有个笑 你给人们一些关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启迪 人可以很甘心的 来得更亲近 他来得更亲近 他更喜欢 然后第二就是这块的造像确实从细节上看着非常的精致 因为他可以磕到小 所以他就细节是很精致 像我们刚才看这个牛背上 如果牛毛都磕得那么精细的话 那说明确实造像艺术到了一个巅峰了 所以从艺术价值上来说 他也是一个极大成者 就是很难有比他再精致的 也就是我的第二个感受 然后我的第三个感受就是 因为其实历史上遭到破坏的很多 大部分到最后都剩一个佛身了 脚也没了 胳膊也没了 头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了 面目全非当然有很多原因 可能绝大的时候都是在历史中的 当然也有近代的 在最近呢 我们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 其实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在修复 或者是在维修了 但是大祖师克它是非常完整 我今天看到好多人造像 全身基本没有遭到损坏 是有那个传说吗 说有是什么来轰炸大祖师克 说那个轰炸那个北山的多宝塔 多宝塔 那是传说 那是个传说 但是无论如何 这块能够保存的这么完整 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去过山西 山西的古建筑啊 说唐代三个 现在仅存在全国三个唐代木构建筑 都在山西 然后呢辽金时期大量存在 元明清的西台子那么多 那说明什么 是不是当地能结善缘 老百姓爱护它 老百姓喜欢它 所以老百姓就保护它 它就留到现在 那你说这块 这些雕塑能延长这么长时间 那也是说明当地能结善缘 当地人也喜欢 我觉得这个喜欢里头 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刻了很多世俗的东西 每个人来 都有所启迪 都有所感动 然后有所鼓励 所以大家觉得 它是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不是高高在上 树枝高阁的一个造像 所以被保护得很完整 反而是它接地气的这种设计 和它的这个主题 给它赋予的更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它保护的特别好 这一点是很难的很难的 因为我们看造像 大部分你看其他地方造像 它就在历史上 确实被破坏得很严重 让人看得很心痛到最后 但这块你看到最后 你可以很开心 因为它内容也丰富 然后它形式也完整 现在我有个要求 你将来签了这两个族 两个族 现在这是我们大族 你在大族努力记念 现在你们签了个字 我准备扶持一个 跟你记来 我讲的是 你们签了字 一个是富足有余 一个是自助上路 我再扶持一个 给你们记来 谢谢 感谢 我怎么联系 心生欢喜 我们一会儿直播结束了 我过来联系你 要得吧 要得吧 现在镜头前 不是很非常方便 要得吧 要得 要得 谢谢老师 好好好 感谢 谢谢 谢谢 我一定把那个 因为你们到了大族 这个组织 我们大族区 大族市区 大族县 都是那个组织 我们前三部队 保里山这个富足 在那个地方 你要前三部队 你们也靠 学没给富 有关系 但是这个富足 前三部队 在那个地方留下几 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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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听了 银级 对 因为他说的很多 江老师也忘了 江老师你也记住了 银级 你来过几次大族 我来过三次吧 好 三次 对 他前两个是资助生罗 扶着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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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扶着忧郁 那是资助生罗 下次嘛 下次还来 下次还来 下次如果有时间 像包括北山 其他几个山 还真的值得一看 值得一看 因为到大族时刻 实际上所看到的 就是宋代的审美 宋世的一种生活 其实宝领上用四个字 就可以概括 这个石上大宋 石头之上的大宋 你看他就是一个 石上大宋 我们说的是 清明上河图也好 这个概括下 其实四个字 就已经高度概括了 所以你刚才我很赞成 你刚才最后说的一点 就大族时刻 你来了以后 你就感觉到 他不是特别陌生 你走进去以后 我们就跟和他 融为了一体 在感情上 我们的距离上 就已经拉近了 无论是他的形象 还是他里面说的内容 那我们都能够觉得很亲切 这也是和早期的照相 那种很威严的 很端庄的 这些高高在上的幅相 想比较而不同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 所以大族时刻 不管是年纪大的 中年的 年少的 他都很值得一看 其实今天呢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你发现没有 今天我们 我是六十多岁了 算是老年 哎呀 正年轻 正闯到世界 因为大族时刻 在不同的人的眼里 他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在诗人的眼里 可能他就是 我们把它概括起来说 凝固的诗 如果在画家的眼里 那石雕的画 然后在历史学家的眼里 它肯定是石窟艺术 最后的封碑 因为大族之后 没有了 那我们就是最后了 所以在哲学家的眼里 它是能够让我们思考 生命的意义 那我觉得 今天我们是不同年纪的人 带着不同的感受 然后我们去体验大族时刻 欣赏大族时刻 包罗万象 对 所以 然后我们自身的感受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 起码我 刚才我还是说 我们都感受到了两点 第一 视觉的震撼 第二 心灵的起敌 如果再加第三点 还是比较好玩的 比较好玩的 要得 进去以后 心情很舒敞 是吧 要得 这个环境 也是很美的 要得 要得 谢谢林老师 这边是主镜头 是吧 那边主镜头 好 蒋老师今天能够 来到现场 其实还是挺不容易 因为前两天 蒋老师身体还不舒服 然后今天是刚落地 对对对 就来了 人还没醒来呢 就开始加入工作了 没有工作 这是回家乡啊 回家乡 无比亲近亲切 对 我们也很开心 这次蒋老师能够来 因为前几天在联系的时候 本来蒋老师说 他想要邀请陈老师一起来 对对对 然后陈老师拒绝了你 对 陈老师说 因为下一站 要去新疆 所以跟陈老师 约好的去新疆了 这样蒋老师 就自己来重庆 你这次 他不陪你来重庆 下次的新疆 你也不去 不去 对吧 不能输 所以下次重庆 下次新疆的时候 如果我们时间可以的话 陈老师应该会 跟我们一起去的 然后您也对着 静多先生的朋友们 给大家表达一下 您今天的感受 或者您可以 欢迎大家来重庆 对 我觉得我要宣传一下 我们重庆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觉得 通过这个时刻 我就觉得就像 我们拍电影一样 就是它需要经过 时间的沉淀 然后打磨 它才能够出现 精美的这些时刻 我们电影也一样 就是要 一个角度 对对对 如果说这个时刻 是打磨时间 那电影就是 记录时间 留存时间 那我们的表演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 这个长河里面 去累积 去丰富 然后 然后比如说 我就会想到的是 在这个 所有的阅历 和精力当中 让我的角色 更加的饱满 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复杂 更加的耐人寻味 就像我们今天 看到的时刻一样 每一尊都特别的 耐人寻味 它背后的故事也好 它给大家的启示也好 警示也好 就像那个 媚态观音 那五媚的一笑也好 它究竟代表了什么 它在笑什么 那都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所以 而且我还有一个 特别的感受 就是在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就在大族里面 大家就是同样的 怀有慈悲之心 做一个自在的人 怀有慈悲之心 做自在的人 金句 怀有慈悲之心 做自在的人 您以前在重庆 生活的时候 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 重庆 吃火锅 晚了我们去吃火锅 可以 今天晚上吃火锅 好 感谢蒋老师 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那个嘉宾的欺骗 因为我们今天那个 有点问题 所以我们刚给大家补照了 再给大家可以重新那个 啊 啊 切片 李老师 对 和我们的刘老师 对 那个李老师刚介绍过 对 但是我们那个切片 因为咱们的那个 有点问题 然后刚贴上去 好 李老师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李老师是之前的 大族史课研究院的院长 啊 原院长 然后刘老师 刘能风老师 是大族史雕的代表型传承人 刚才都说了 权贵子命 哈哈哈 嗯 感谢感谢 我们要散步一会儿 好 大概在四十的时候 我们继续 好 对了 好好好 欢迎大家来重新拍点音儿 拍点音儿 刺火棍儿 还有还有个什么 砍这个 这个石雕用 砍石雕用怎么说 砍死雕啊 砍死雕 嗯 刺火棍儿 砍死雕 刺火棍儿拍点音儿 还有还有啥活动 还有啥活动 还有啥 葱麻将 葱麻将 火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